不租金 房客有权利拒绝交给中介租金 对 租金可以先不动 等着法院明确判了再说 而且他不违约 实际上这里边又有这么一个法律关系 就是在这个 你和中介的这个关系上 他是你的债务人 你们找他要这个钱 同时呢 房客又是中介的债务人 在这个过程中 你们要请求 行使一个什么请求权 请求中介公司的债务人 向你们履行债务 这样的话就把房客带进来了 他就不会再去 向中介公司交这个钱了 你这个请求权一旦行使 他行使他的不安抗变权的时候 也就更有依据了 就在这个过程 他肯定有一个周期 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把这个案子做严谨了 即使这个房客 暂时不交给你们租金 但是以后还要交他 即使他跟你们的合同解除了 但是他占用了这么长时间的房子 不管从使用费上来讲 还是作为一个次债务人 旅行债务来讲 你们都不会有这个损失 你们现在根本就不怕对方起诉 对方也不会起诉的 你们反而要主动起诉对方 你们要做的就是 把对方跑的证据找一找 把这个对方的公司经营状况 登记找一找 把转租合同调一调 这些事实问题查清了 直接到法院起诉 好吧 真是要不没听 连那个二位这么说的话 我们还真是戏了糊涂了 说实话 现在我们心里 讲的没有那么复杂 对 业内有一些 不太讲信义的这种公司 也都是很多的在存在 所以消费者怎么去辨识 我觉得有的时候 大家太感性了 就是没有太多的法律常识 然后他会打感情牌 所以有的时候老人 他这个防备心理 就一点都没有了 如果说特别过分热情 我就提醒老年人 敲一个警钟 节目录制后 律师又再次地帮助吴先生夫妇 梳理了一下法律点 你要查一下 这个公司注册地在哪 查出来到了这个地址 去找这个公司在不在 他实际办公场所 给你签合同那个地址 有没有 这两者都找得下 因为你到法院起诉的时候 你起诉的时候 要提供这个公司 现在还有工商登记的 这么一个前提 如果你工商登记 说这个公司 从来就没有工商登记过 你就不能告这个公司 你就得告这个实际 和你签合同的人 如果这个公商登记登记过了 现在这个公司呢 已经被吊销了 公司的法人资格都不存在了 那么你就得告这个公司的 普通 就是都令合同纠非 被告所在地和那个 法务所在地 哪个对你们有利 就从哪个地方进行起诉 那么诉讼请求 你们是原告 那么被告就是那个中介公司 是被告 第三人就是现在的房客 次程度人 找不着怎么办 找不着你承担了 不是 找不到被告的话 你们要拿出他走的这个证明 用咱们电视台 播的这个 就是他人去楼空了 你电视台那是一两个月前的事吧 如果人家现在又回来 办公了吗 你怎么着 是不是应该以现在的为准 找这个办公场所的物业 物业会说 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公司 在这办公 现在早就走了 对吧 物业公布的证明 一开不就完了吗 现在他拍一个照片 三天后 吴先生告诉我们 他正在按照律师的提议 积极地寻找相关的资料证据 在此 我们也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 在遇到出租或租房时 一定要静下心 擦亮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那边 我们下午的时间